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遊戲熱誌是真的看不完啊 來講講台灣未來將上架的 輔小勝利之客 遊戲開發上是中國上海的九遊網路 過去代理營運的遊戲都是PC作品居多 看上去也都會有年代感 至於死沒死透就不知道了 而這間公司如果再追溯上去 最大的活動就是湖南廣電影視集團 也就是所謂的黨媒啦 這也難怪有錢讓它在日本燒啊 日服是在去年2月16號上架 當時是由台灣的維蘇娛樂代理 就是去年上架由日露代言的 我的預見日記的那間公司 而仔細去看一下日服至今的營收狀況 真的也是過得挺糟糕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賣色賣萌的遊戲 可以活得這麼淒慘弱破啊 也真虧金主爸爸有錢讓他這樣燒 台灣代理是香港公司創惠記 這間公司的名稱在日版與日版打開的時候 都會出現在片頭的右邊 很大概率才是這款遊戲原本的開發商 後來把遊戲本體賣個久了這樣子 外加本身又是一間香港公司 非常好用來當跳板使用 那目前這類的賤女人 也就是所謂的賤萊克遊戲 最早就是2013年由日本第一Aman代理的 《賤隊Collection》 應該也是這系列玩法的開始 也是最早在遊戲中使用賤娘這一詞的廠商 甚至還註冊了版權 遊戲開始是網易遊戲 後來才有了手機版 這也算是個時代的眼淚啦 而遊戲原本只是針對日本玩家推出 卻沒想到意外掀起了一波不只在國內 甚至國外二次元玩家的熱潮 尤其像這個倒風的形象 連我當時這個不曾玩過的人都看過 而到了2016年還與SEGA合作 推出了階級版的《賤隊收藏Arcade》 不過當時遊戲由於語言的隔閡 讓海洋玩家並不好入坑 與其他廠商看中這市場的潛在可能性 2014年中國推出了第一款 借賤劍希的作品《戰劍少女》 後來因為開發商幻蒙與代理商派去之間的糾紛 2015年幻蒙並推出另一款《戰劍少女R》 不過至今這遊戲的熱度也算是非常的低了 接著就來到2017年的《遍燃航線》 這個遊戲因為前期的各種淫於事故 差點沉船 但後面還是沉下來了 曾經在剛進入日本的時候 宣傳批評中使用到的《賤娘》一詞 被DAMM發文警告 後來火速道歉處女 來度過那次的公關危機 如今也算是款很佛性的姚老婆遊戲了 也是目前這系列我唯一有玩的遊戲了 某方面它也在改變玩家們對大小的認知 到了20年也推出了PC版本《必然航線Crosswave》 再來就是2018年的《深淵地平線》 這款比起前面幾款來說 真的是自己把自己玩死 甚至還被SEGA起訴 後來就跟名字一樣被深淵帶走了 而看下來這系列 如今也只剩下劍斃與劍西之間的戰爭了 至於輔曉這個劍斃 想吃火飯我看來是無法了 因為不論各方面來說 都很難被大部分的玩家看上 那講這遊戲之前 先來聊聊這款遊戲的幾個刮點 一個是3月21號《必然航線》的陸服 發布了部分劍娘更名的公告 而輔曉是在3月16號開服 因此有不少玩家認為 是被營運商9油惡意舉報的結果 因此導致後來被延上一波 而3月28號9油為此發布的公告 表示並無此事 料大家不信謠不傳謠 確實很多消息都是基於玩家意測的結果 至於是不是廠商倍智同行就另說了 並證遊戲性的被黑來黑去也不是什麼新聞了 這部分就先當笑話看看就好 像之前中國有一款江湖白景圖 內容涉及歷史人物岳飛 然後圖面可能被各種過度解讀吧 結果後來連帶影響到FGO也被拖下水各種和諧啊 而回到這遊戲 只要有部分的UP組對這款遊戲 帶有負面性的評價影片 都會被黃標 很明顯是被針對性的洗地了 這其實就有點過分了 畢竟你是要做二次元遊戲的生意 卻在二次元中度最高的地盤殺野 想想你們也挺大膽的 不是早死就是想早點死 原本看似能光榮而返航 結果看來只是重走一遍日服的老路 希望你走到終點前不要先休克了 再來就是有玩家提到 日服與陸服的抽卡機率不同的問題 這等後面的抽卡再來介紹吧 就這次來講的這款遊戲吧 首先開頭播放的BGM 很像玩那種早期JRPG風格的遊戲 就聽上去感覺很微妙 只能說廠商的品味還挺獨到的 戰鬥玩法是3D彈幕射擊 雖然說是3D吧 但也就人物建模是個3D 其實還是傳統SY軸的平面射擊遊戲 可以手控也有自動 但手控意義不太大 能閃的你不需要閃 因為傷害都不太高 不能閃的你也別想閃 你看這攻擊速度 設計得像是要給人閃的嗎 然後再看一下官方簡介 追求高閃避 少容錯的技術性手遊 看來是我不配 對不起我等一下就刪除他 不過這3D戰鬥方式 總是會讓我想到之前那款 已經量到冰點的愛塔紀元 那遊戲通關可以撈床跟裝備 也是這系列的老玩法了 那還是讓我們直奔這遊戲的重點 眾所周知 大部分玩這種收集養成的遊戲 一定是奔著美術力會來的 所以要碼射要碼頂 畢竟官方都說了 由頂尖二次元化石打造 你各位請注意這頂尖的含勁量 結果打開來 就這 其實說難看也還好 但說好看也倒不至於 就是一般水準而已 而且比起隔壁的必然來說 就顯得有那麼一點的寒酸 而且光在細節處理 就可以看出兩間在美術高下之分了 隨便就可以抓到有個角色在手掌處理 一個是直接塗色白爛 另一個是有畫內部的掌紋處理 雖然只是其中幾位被忽略了 但也足夠以小見大了 整體的表現也並不怎麼樣 而且現在市面上多少款惡友 哪款美術不比這款強呢 看看匪色 啊不是 匪紅的深曰 知道要圈錢 還是要拿出該有的賣相來 我想所謂的頂尖 大概也只剩宣傳圖吧 而養成方面 基本上有玩過必然的就挺熟悉的 像角色突破、技能、裝備等 並沒有太多的變化 那客廳方面 必然是把他的重點營運方向 都擺在賣實裝上面 所以他的船隻方面 無客都能全靠建造獲取 不論最高級的採船或者金船 特別提還有研發、打撈、活動船等 除了活動舊船以外 應該是完全沒有獲取上的難度啦 你只需要擔心船艙夠不夠塞 能不能試約的問題 而你作為一款2023年上架的同類遊戲 想才要抽卡 沒問題 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賺錢方法 而且美術是主觀的 可能就有人耗這口 寧願花錢抽 也不願意停下來看隔壁的免費一眼 遊戲雖然也有建造 但它需要消耗資源相對較多 基本上就是魔改前輩那套 希望你能課金去獲取 也是經典的 學習了一大部分 但又去除了絕大部分 這樣你才知道自己玩的是糞幹 十週換算起來約定700元左右 但不同池的大小包底算法不同 像這個是80-140 另一個是80-150 而這個是課金必出限定池 常規池則是完全沒有保底 而金船的出貨概率 抽卡的話是2% 建造的話則是1% 這也是陸服玩家在炒的一個點 於是我去下載日版來驗證一下 UP池是5% 普池是3% 日服大小包底是30-150 重點是完全不會有N卡來打爛你的抽卡機率 而且普池還有60抽的包底 就連建造池都有落差 這放在一起對比就很清楚了 難怪會被陸服玩家沿上 而日服刻意單鑽石獲取相對比較少 但他10抽是有打9折的 換算起來大概就是600出頭 雖然差異並不太大 但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有些不同 而其他時裝的話就還好 看上去暫時沒有被和諧 但這邊幫廠商說一句話 其實很多商品 以陸服來講是相對優惠一點的 像是同樣一件時裝 日服需要1800鑽 大約是830元 在陸服的話就是340元左右 而像月卡跟等級禮包 也比較便宜 送的也比較多 感覺就是官方不會經營 其實你只要拿出來比較一下澄清 就根本沒事了 而且也不需要為了貪圖那一點KPI 就把倍率調低 感覺上就跟之前那款 公測付費3檔的藥籤旅人一樣 各種災難都是自找的 希望你能挺過一周年吧 結論 我本可忍受黑暗 如果未曾見過太陽 廠商就像是被買了10年 最近才剛出土一樣 看到同行做什麼就跟著做 而市場有這麼多廠商可以學 卻選擇了最糟糕的改法 既無創意又高度重合別人的玩法 內容美術沒別人頂又比別人客 顯得毫無特色又沒特色 大人時代變了 都3202年了 搶刀錢的話還是需要動動腦的 建議學一下同行的那些手段 廣告到時候可以多鋪一點 畢竟台灣雖然會缺蛋 但韭菜是從來不缺 還是有機會隔一波的 本來還想多講另一款形界 但發現文案打一打太多了 就分到下一次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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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